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2月2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现在是除夕夜 想必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全家团圆吃年夜饭的时刻 为了赶在晚上准时回到家 今天一大早国道高速公路就出现了不少的车潮 不过可能是有些人提早出发 所以原本预估会出现小小拆车的路段 其实都还蛮顺畅的 一整天下来时速大约是在70到80公里左右 车潮陆续涌进台中清水休息站 要找停车位似乎得等上一阵子 不过尽管车多 南来北往的驾驶人都觉得 今年除夕的路况跟往年相比 似乎顺畅好走多了 今年那时候 没那么多年车很多 我们如果以前过年回来都会很塞车很辛苦 今年因为可能分散了吧 我不知道我们非预期了 本来预期应该可能会开六个钟头 就两个钟头就到了 今年的春节连续假期 尽管只有短短六天 不过不少驾驶人利用凌晨免收费的时段上路 加上前一天就有不少人提早出发 因此除夕返向的车潮疏解不少 时速多半在70到80公里 原本预计会塞车的国道一号北部的林口路段 国道三中部的雾峰到草屯路段 就连国道五的车流也相当顺畅 即时的路况我们看起来 目前大概车型都还蛮顺畅 速度都可以维持到70到80之间 团圆夜尽管没有出现大塞车 不过接下来大年初一开始 民众开始旅游回娘家 将会出现车流的高峰 尤其初二和初三 国道将利用疏导的方式分散车潮 像是零点到七点暂停收费 也提醒民众 如果不想塞在车阵里 除了得多注意交通管制的措施之外 也可以多利用替代道路 记得林健身彭幻群 台中报导 不能免俗的在全家团圆的时刻 总统马英九也发表了除夕谈话 他特别用国台语 还有客家话以及原住民话 向大家扮演 分别用国台课原住民语 向国人问候 今年除夕谈话 马总统期盼国人 仍以回顾过去 重视现在开展未来的心情 欢庆兔年的来到 总统便许下新春三院 所以英九的新春三院 是一 要经济畅旺 商机无穷 国民充分就业 二 盼风调雨顺 人民安康 台湾生机盎然 三院人人做好事 处处有温暖 弱势有照顾 总统进步表示 许多国人享有富裕生活 但应该用爱心照亮社会上 许多的阴暗角落 这次除夕谈话 更安排了外景一块与弱势族群 录制新年贺语 今天英九还邀请了许多同胞 来表达他们的祝福 他们是天主教 至善老人安养护中心 徐正老先生来亲书对联 中华民国一百年 新年快乐 基督教父亲堂 传爱水饺工作坊 丹妻妈妈 以水饺排出爱心拼盘 祝贺新年 中华民国一百年 新年快乐 爱为养护中心 见梅芳女士 兔年的画作来祝福新年 我要祝福大家 建国一百年 新年快乐 不同于以往单调的 新春除夕贺词 马总统今年不但出外景 还特别穿了喜气的红色棉袄 背景更是精心设计的 浓浓过年气氛 希望国人能够感受到 总统诚挚的祝福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中友今天宣布 从今天开始 家用瓦斯20公斤装的 每桶降价32块钱 所以从今天开始 家用桶装瓦斯每公斤 降1.6元 所以这代表 一般家用20公斤装的瓦斯 一桶会降价32元 而车用的瓦斯 每公升也降了0.9块钱 让大家都可以过个好年 再次准备一步 再次准备一步 再次准备一步